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继续讲 实情论是所造的小乘阿比达摩居士论 阿比达摩居士论当中中共有八品 其中现在讲的是第二品 还一半都没有的 所以听者和讲者应该要精进努力 不然大论点我们发了大的誓言 然后没有听完 没有圆满的话 也是在一生当中是比较遗憾的 现在我们正在先讲第二品当中 就是讲非相应不相应性 心里面相应性和不相应性相应法 前面已经讲了心和心说之间的差别 心和心说叫做相应法 那么不相应性 居士论当中已经讲了十四种不相应性 十四种不相应性里面 前面我们讲了德和非德 非德昨天也讲了 非德它的本体和它的特法都已经讲了 然后昨天我们那个颂词当中 非德属于是语解当 也就是说他德和非德稍微有些地方有点不同 比如说非德的话 菩提切勒属于哪一个界 实际上是非德也是属于在这个界 比如说他是属于于余界的人 他没有得到上面的色界 无色界的餐顶的话 他当时有一种非德 他这种非德的话 也就是说余界当中 他没有得到的这种非德 就叫做是余界的非德 然后他如果是色界身份的 色界身份的他没有得到 无色界的餐顶的话 或者是他没有得到 那个圣者的这种国位 这个时候他的详细当中的非德 就是叫做是色界的非德 然后作为无色界的众生来讲 无色界的 比如说前面的三个无色界的众生的话 最后的这个游顶的餐顶 他没有得到的话 那么这个叫做是无色界的非德 所以昨天非德 就是色业这个余界当当 就是后面的 可能有些我讲的没有清楚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那个无垢 就是我们就是所讲的这个无垢非德 也是是同样的 就是他这里这个无垢的话 就是也是指的是 包括在这个有关这个无路法方面的这个法 就是无路法方面的这些法的话 实际上是也是是同样的 无路的非德呢 实际上是也是是同样的 也是同样是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前面讲的这个余界一样的 比如说我是这个余界的一个众生 我的相续当中没有获得这个无垢智慧的话呢 那么我的非德呢 就是属于是这个余界的非德 然后是我是如果属于是色界的众生 我的相续当中没有获得这个圣者的无垢智慧的话呢 那么这个呢也属于 是那个色界的这个非德 就是这个大家应该清楚 然后这个圣道呢 就是圣道的这个非德呢 就是也就是说圣道 圣道没有得到 就是圣道非德 就是圣道非德的话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圣道呢 就是一般是那个建道 修道这个无穴道 就是这些叫做是圣道 就是那么这些圣道就是没有得到的话呢 就是这叫做是这个凡夫 就是我们这个称为是这个凡夫 因为我昨天也讲了 就是小乘的话呢 就是他认为这个凡夫和圣者呢 就是真正是有一种这个 除了我们菩提切勒的人的这个相续以外呢 就是有一种诚实的事物 叫做是这个凡夫 就比如说他获得了这个圣者国位的话呢 他就远离那个凡夫的一种这个诚实物 就是有一种物质 然后呢 如果我是一种这个凡夫 就是没有这个圣者的国位的话呢 那么就是在我的相续当中呢 也有一种这个非德 就是这是那个远离圣者 这个圣者的这个圣道的一种这个非德 这样这个认为的 然后这样的这个凡夫呢 就是得比一地比将这个事 那么这样的这个凡夫退市 这样的凡夫呢 就是失坏的话呢 有什么样的因呢 就是一种这个方法呢 就是得比就是得到这个圣者的国位 得到圣者的国位的时候呢 原来的这个凡夫的这个圣道罪得呢 就是现在已经这个灭了啊 就是获得那个圣者的国位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凡夫呢 就是可以这个退的 然后那个还有一种呢 就是这是这个究竟的这个退 究竟的这种毁灭这个凡夫的方法吧 就是也就是说断除这个凡夫的究竟的方法呢 就是他获得圣者的国位 还有一种呢暂时这个毁灭 就是暂时毁灭的话呢 我是御界的众生 我是御界的一个凡夫人的话 转生到色界的时候呢 就是我原来那个御界的凡夫呢 就是已经这个潜移了 就是已经这个转到那个 也就是说御界的这个凡夫 已经这个退市了 就是色气了 现在我已经获得了这个色界 就是色界的这个凡夫呢 就是完全一种这个 也就是说原来的这个凡夫的像呢 就是变了这个 现在这个色界的这个凡夫的像 就是说原来的凡夫像呢 也可以暂时色气 就是所以这个昨天的颂词呢 就是最后 就是在这里呢 就是稍微那个补充一下 而中而言之呢 就是前面就是讲的这个德和费德呢 也完全是一种这个 有不重的一种这个观点 就是所以呢 就是实经伦师阿舍利呢 实际上是并不承认 这个他的这个观点 实经伦师呢 我想是昨天相信 你们肯定就是看到这个知识吧 就是知识这个 里面呢 就是也有一些这个波测 就是并且这个 他们如果这个得 比如说我们这个得孙呢 就是他有没有这个得孙 如果得孙有得孙的话呢 那么就是这个得孙也居住得孙 就这样的话呢 那么得孙就已经变成这个无穷的了 变成无穷的话呢 就是有很大的这个过失 但是一般来说这个 又是从他们呢 就是也这样这个认为的 认为的 他是认为呢 就是比如说 我这个获得这个戒律的话呢 就是那么就是第一个得孙呢 就是我和那个戒律之间 就是获得的这种联系 就是第一个得孙 就是应该有的 然后就是他认为就是 那么这个得之得 就是他那个得孙呢 就是再加上一个得孙呢 就是应该居住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这样的这个戒律呢 就是通过这个获得而这个得到的 就是所以他的这种这个得孙呢 也可以参生 那么第三个得孙以后 就是第三个则拉 就是也就是说 我呢就是苏贤相续当中 是具足这个戒律 就是那么就是这个 这种这个得孙的话呢 就是他就是连接就是第二则拉 就是第二则拉就是继续这个存在的 那么这样的这种得孙呢 就是具足 除了第三则拉以外呢 就是他从这个得之得孙呢 就是不存在 就是有始终呢 就是也这样这个认识的 世青论师呢 就是说是如果这个 第一个得孙呢 就是具足得的话呢 就是没有理由 就是第二个得呢 就是不具足这个得孙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是整个这个得孙呢 就是最后呢 就是已经有无穷的 如果有这样的话 那么就是一个人的这个得孙呢 就是遍遍虚空 就是他呢 就是遍遍虚空的话呢 那么这个其他的这个得孙呢 就是没有这个机会了 就是一个人的得孙的话呢 就是遍遍整个三千大千世界 所以呢 世青论师在这个 这种这个得孙的这个大吸引呢 就是是这个有始终的 有不中的一种这个特殊观点 就是因此在这个世青论师呢 就是他在这个知识里面呢 就是有波次的 因此呢 我们也知道就是除了这个真正的 获得这个戒律以外呢 就是没有一个诚实的这个物体 就是这种诚实的物体呢 就是完全是一种有不中的这个观点 就是这一点大家应该这个明白 就是所谓的这个得的这个诚实呢 就是不成立的 但是得的这种这个价命就是 与这个其他与众不同的一种 这个特殊的这种方法呢 这一点是我们这个大臣阿批大摩 也是是这个承认的 就是这一点呢 应该承认的 因此这个得和非得呢 就是在综佩之间的差别呢 就是大家应该这个分清楚 虽然昨前天呢 就是他们就是比如说 这个未来的所得的法 有这个这个未来的国去 未来的现在 未来的未来德顺 荡荡就是这样这个分析 这样分析的时候呢 就是他一般这个未来德顺的 这个现在过去未来呢 这些都是他所得的法的 这个时间来这个分的 比如说就是他那个所得的 这个法呢 就是同时的话 就是他所得的这个法和 然后这个德顺同时的话呢 就是这叫做是未来的这个现在 比如说明天这个中午 这个十二点钟的时候呢 就是未来就是所得的法呢 就是产生的话呢 那么就十二点钟之前就是产生 十二点钟之前产生的话呢 就这叫做是未来的这个 过去这个德顺 就是昨天我这个地方呢 可能这个大家清楚了没有 然后这个明天这个十二点钟 以后这个所产生的德顺 就是叫做是未来的未来德顺 就是所以这个他所得的法 和那个德顺之间呢 就是也有这种差别 所以这个德和菲德呢 就是在这个未来 也是可以这样分的 就是过去也可以这样分的 因此呢 就这些这个概念的话呢 就是完全是由不宗的一种这个观点 当然我们这个要学习 这个一些这个佛经论点的话呢 就是由不宗的这些观点 也就是我前面也讲了 就是我们要必须这个通达 如果你没有通达的话呢 就是这些都是由不宗的观点 这些都是大臣的观点 这样的话呢 就是所有的这个佛法都是 对我们的相续都好像不离一样 就是只不过是 这些都是各宗派的一种这个说法 实际上呢 我们这个如果这样分析的话呢 就是在自相续当中的 很多的这种问题呢 就是这个容易解决 因此呢 大家在这个文思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也应该 不管是这个佛教里面的 哪一个道理呢 就是应该这个 用这个这个智慧来就是分析 就是这是至关重要的 下面我们继续讲这个 第二个吧 就是这个昨天我们讲这个德和非德呢 就是已经讲完了 就是现在这个十四种不相应性里面呢 就是有一个叫这个通类 就是这个通类呢 就是也是这个十不相应性当中的这个一类 所谓通类不相应呢 即使众生皆相同 他这里呢 就是这个唐僧那个翻译的时候呢 只有这个依据 就是藏文当中也是只有一句 但是有时候藏文依据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背诵的时候 也是比较这个麻烦的 然后呢 就是在这里这个写的时候 也是逛这个依据是有点这个困难的 就是因此呢就是还是意识上是没有这个变的 然后自数呢就是稍微有些地方是这个多和这个少呢 就是可能有一点点这个改变 所谓通类这个不相应 就是我们就知道就是在十不相应的心当中呢 就是有一个叫做这个通类的这个不相应性 所谓的这个通类不相应性呢 是指的是这个众生皆相同 比如说我们这个众生的话呢 就是人就是对这个人都是相同的 然后众的来说的话呢 就是路到众生呢 就是都是有一种这个相同 佛经当中也是说这个众生呢 就是皆为这个相同 就是有这种这个教理 因此这个优众呢 就是认为是应该众生呢 就是有一种相同的这个 就与其他不同的 比如说这个众生相同的话呢 那么众生跟这个其他的这个山和大地呢 就是有这个旗然不同 那么不同的话呢 就是这个众生相同的话 必须有一种这个相同的物质这个存在 就是如果没有相同的物质存在的话呢 我们心里面也不会像是 这些众生都是这个众生呢 就是不会产生这种连途 然后我们磕头上说话的时候呢 就是也不会出现这种预言 就是众生的话呢 大家一下子就知道是 哦这个有生命的这些这个菩提切了 就这样这个概念 就是所以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 同类的话呢 就是一定是有一种这个同类的 这个相同物质在这个存在 就是他们这样认为的 所谓他这里说这个既然 就是既然 就是德顺非德与同类 就是前面不是讲这个 是不相应性的时候呢 就是有这个宋词 就是德顺和非德和同类 那么就是到底就是同类是什么呢 就是到底这个什么是同类呢 所谓的同类就是 是能使一切众生 行为亦乐 本性相同的物质 就是他们呢 就是也是这个优众认为是 所有的这个众生呢 就是他们的这个行为 就是行为呢 当然这个每一个众生 内部的有些行为都是不同的 但是基本上是那个 就是比如说这个喜欢这个求自己的这个快乐 然后呢 就是他自己呢 就是寻找这个自己的这个事物等等 就是这些行为也是相同的 然后这个意乐的话呢 就是大多数的凡夫众生的话呢 就是都是喜欢求这个自私自利啊 就是对自己这个利益啊等等 还有这个本性的话呢 也是是这个众生的这个本性 就是都有一种这个相同 比如说这个保护自己啊 然后呢就是 就是这个希求自己的利益等等 就是这个本性呢 就是他这个性格的话呢 就是基本上是这个众生都重的来讲 是比较这个相同的 那么这一个相同的物质呢 就是他们认为是 这叫做这个所谓的这个通雷 这个昨天我们讲的这个德顺吧 就是德顺和这个非德的话呢 就是哪些有这个善事的德顺 哪些没有这个德顺 专门有一个这个寄送就是 但是这也是实际上是由不宗的一种这个说法 就是实际上这个德顺和不德顺的话呢 就非德的话呢 就是就真正这个实现当中的话呢 就是也没有这样的这个 显现的名言当中也是实际上是 除了这个自己获得的这个东西以外呢 就是中间有一个这样的德顺是 就是当然这个无法成立的 但这些呢就是我们在这里呢 就是一般这个以前的专学这个居士的话呢 就是专门要这个背诵这些这个寄送吧 就是哪些这个法呢 就是由德顺非德的 哪些法呢就是没有这个德顺的 就是也有这些寄送 然后他这里呢 就是讲那个 但这里这个比如说他同类的话呢 就是只有这个众生的这个同类 就是实际论师是这样讲的 我以前那个学习的时候呢 就想过这个众生以外的 比如这个师徒啊 一些无情法呢 就是有没有这个同类 就是表面上看来就是他也应该有这个同类的 但实际论师在颂词当中呢 就是说是这个众生这个界相同 就是所以他这里的这个这个同类的这种 怎么讲呢 就是不相应性呢 就是可能是这个主要是指的 在颂词当中呢 就是很明显就是指的是这个众生 实际上我们从那个其他的这个推理的话呢 那么其他的这个物质的话呢 就是都有一种这个同类 就是精子有精子的同类 然后物质有物质的同类 这些方面呢就是应该是有的 但是呢 在这个师径论师和这个诸书当中 都是都没有这个这方面好像这个辩论 就是这样的话 我们呢就直接理解就是众生方面的这个同类吧 他这里就是说 如果这个分析 他们的这个 他们呢就是有一体和一体 就是两种就是 那么一体的这种同类是什么样呢 能是众生相同的物质 通过所谓的众生 纵向便可理解三界的众生 都是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一体的这种同类 一体的同类的话呢 就是比如说这个通过这个相同的物质 就是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呢 都有一种这个相同的物质 那么这个什么物质呢 比如说我们一所众生 一所众生的话呢 不管是你是天人还是龙共里面的众生 都是有一种这个相同的物质 就是因此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有生命的这些众生 就是这叫做是一体的这种种类 每一个众生 每一个众生均有一个同类的物质 由此可说是这个一体物质 就是所以他那个 从每一个众生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就是每一个众生都有他的这个同类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人 就是人类的话呢 就是他有一种这个同样的这个物质 然后这个人类当中也是这个男人的话呢 就是他有这个同类 然后这个呃就是男人当中的话呢 北方生呢就是他有一种这个同类的这个物质 就是所以说呢 就是他这里这个所有的呃这个一体的众生当中呢 就是也有这个一体的物质 就是这叫做是这个一体的这种同类 但是由于各种呃各种种类是这个相同的 因而说是一体的 就是因为他的种类重的来讲 就是我们经常移民里面所谓的这个中相吧 就是中相方面呢都是是相同的 因此就称为是一体的这种种类 然后这个一体中类呢 就是人呃就是天人撒米等 类不相同的这个物质 如同类的人皆是是所谓的人的这个众相 就是这个一体 一体的话呢 我们这个众生当中也是这个天人与这个天人 人不相同的 但是这个人当中也是是也有这个南方北方的人 这个不相同的 然后这个人里面也是这个撒米比丘等等 就是这样呢就是在类不也有这个相同的地方 因此呢就是叫做这个同类的人 都是所谓这个同类的众相 为什么那么同类存在的这个物质呢 这是有理由的 因为心可以相同自主 身影呢就是可以代表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人 所谓的这个人的话呢 心里面就是他的中相呢 就是可以在脑海里面就是浮现出来 然后这个所谓的这个人的话呢 就是我们口头上也是可以这个表达啊 就是人的话呢 就马上别人也知道 我们这个身影也可以这个代替他 就这样的话呢 就是他们认为就是 在这里呢就是应该有这个同样的这个物质 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不仅仅是这个众生 我想的话呢就是下面的这个原因 就是讲出来的话呢 那么就是其他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说的石头啊 就是黄金啊等等 就是除了这个之人以外的这些众生呢 就是也应该有 就是同类啊 就是这种同类的概念 就是不相应性的同类的概念呢 就是应该是这个 有的那个就是什么那个 青江碧云 就是青江碧云的这个大树里面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同类和 还有那个死亡 就是同类和死亡那个 也有这个几种不同的这个种类吧 就是比如说这个 已经这个 已经这个 不死 就是不舍弃这个同类 就是不舍弃这个同类 然后呢就是已经这个死亡 已经死亡 不舍弃同类的一种 就是一种 这是比如说一个人呢 就是他死了以后呢 就是马上转生到这个人 就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他的这个同类呢 就是不舍弃就是 众生呢就是已经这个死亡 就是这是一类的 然后这个舍弃同类就是不死 就是舍弃同类不死的话呢 原来是一个凡夫 就是最后获得那个圣者的果位的话呢 就是他的那个同类呢 就是已经舍弃了 就是原来是一个凡夫人 现在呢就是变成这个圣者 就是他已经这个舍弃了 就是但是呢就是他没有这个死亡的 然后这个既舍弃有这个 既舍弃同类就是有死亡的话呢 就像一个众生 就是人呢就是死了 转生到那个天人的话呢 就是那么他的原来同类的这种中心呢 就是也已经舍弃了 然后那个他呢就是也这个死了 就是然后那个也没有死亡 也没有这个舍弃同类的话呢 就像一个人呢就是没有死 就是也没有获得这个其他的这个果位 就是生者的果位也没有获得这个 那么这个叫做是那个什么呢 就是这叫做既没有这个死亡 有没有这个舍弃同类 就是他是在这个分四种 就是大树里面就是这个同类和死亡之间呢 就是也有这个分四类 就是这样分析的 不管是怎么样呢 这也是只有这个有不宗的这个家里的观点 就是前面的这个同类呢 实际上呢就是跟前面的这个得孙一幕一样的 也是这个有不宗的一种家里的观点 阿瑟利这个世纪论师呢 就是并不是这个常人 就是因为同类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众生相同的话呢 只不过是名称上相同的 就是概念上相同的 实际上呢就真正的一个同类的物质存在的话呢 就这一点人也是找不到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人呢 就是只不过是这个人们呢 就是把这样的这个既然治愈的众生呢 就称之为是人 所谓的这个人呢 从生意上面来讲的话呢 就是也是这个 除了这个人的众生以外呢 就是这叫做是这个语言的众相 就是也得不到的 然后从那个我们这个心里来 这个推辞的时候也是 只不过心里呢就是可以这样这个想 就是这种名称呢就是心里面可以观想 但实际上呢就是真正所谓的这个人的一个同类的物质呢 就是通过哪方面来这个观察的话呢 就是也是得不到的 就是也是得不到的 因此呢就是阿森尼这个实情人士的话呢 实际上是并不是承认这样的这个同类这个事物存在就是 这个实体是不存在的 但是这个家里的这种这个什么 就是家里的不相应性的同类呢 就是应该是可以承认的 这是我们这个前面讲的这个德和非德以后呢 就是在这个十四种不相应性里面 所以希望我们这个这个居士论这个学习的时候呢 就是每一个不相应性呢 就是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自己这个心里面就是从理解方来 理解上呢就是这个理解很重要的 我们这个问世的时候呢 就是到底是说的是什么 就是然后呢 首先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他在那个说什么 然后在自己心里面也是想到底这个同类是存不存在 就是实情人士是这样分析的 有不总是这样分析的 然后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每一个人呢就是还是自己呢 就是也应该这个想一想 就是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德和非德的话呢 那么就是除了这个德界以外呢 就是有没有中间一个他们所说的这种这个德和非德 就是所以我们呢就是自己这个加以分析 就这样的话呢 你一般来像这个在过了这个几十年以后的话呢 就是还是这个忘不了的 就是就像那个方安如意宝 就是现在有些这个居士论的有些道理就是讲的一样的 就是你在这个七八十岁的时候的话呢 就是如果你还在这个人间的话呢 哦 居士论里面就是什么这个 所谓的同类是什么样 在自己这时候呢就是能这个记得到 如果我们从表面上文字上大概理解理解 就是自己从来没有分析过 没有这个深入细致的去研究的话呢 那这个就可能就是 等会那个下完课 然后就是你这个到龙前水里面 就是提一桶水回来的时候呢 就是就早就已经这个忘了 就是尤其是你吃了炸饭以后就是更加这个忘了 下面是讲这个第三个就是无相啊 就是像呢就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也是他们认为是这是一种这个不相应心 从此当中这样说的 无相天 灭信心所 避之一属光过天 就是他们这个说是这里面的这个无相呢 就是指的是那个无相天 就是他这个无相天呢 我们前面也讲了这个无相天的话呢 就是无相定和无相天就是有两种 无相定的话呢就是 他是下面还要讲这个 他是这个定 无相天的话呢就是他获得的这种果位 但是他这里的这个无相天呢 实际上是获得了这个无相天的时候呢 在这个天人的这个相续当中呢 就是灭出一切心和心所的有一种成事物 就这叫做是这个不相应心 就是并不是说是这个天人的这个相续 天人的身体 天人的心 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这个无相天呢 就是我们这个现在这个人间的时候呢 天天修这个无相餐地 最后的话呢 就是你转生到这个光过天 就是转生到光过天的时候呢 就是这时候你的这个这个五百个这个大戒当中呢 你的相续当中一定这个心和心所都不会参生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们有不总认为是就像我们这个 就是这个什么这个 上岁的这个碎帕一样的 就是碎帕一样的就是有一个成事物呢 就是在这个当在他的这个现续当中 他的现续当中呢 就是参生有一个叫做是无相天的这种这个灭 灭法就是 那么这种这个灭法的话呢 实际上让所有的心和心所呢 就是不让他这个生起来 就是所以这个叫做是不相应性 就是他们这个认为呢 就是这个不相应性呢 就是应该有一个成事的东西 不然的话呢 如果没有成事的东西的话呢 就是你有什么理由 就是在这个天人的相续当中 不生起这个心和心所 就是他们这样认为 所以呢 就是他这里这个无相天呢 就是他就是灭尽这个心和心所 就是他这个灭 灭呢 就是值得认为 就是他们认为是 只是一种这个不相应性 就是他呢 就是端出一切心和心所 彼之一俗 灭过天 就是那么就是 他的这个一俗过呢 就是灭过天 就是灭过天呢 就是他的位置是 我们呢 下面还在这个 讲这个在四参 色界的四参里面的话呢 就是有这个凡夫的这个位置 和还有这个圣者的位置 就是他呢 就是实际上是凡夫的一种这个位置 凡夫的一个地方 就是所以那个灭过天呢 就是在这个四参的一部分 就是四参里面的 就是一个部分 讲当中是这样讲的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他们就是在佛经当中 是有这样的 就是有些众生呢 就是转到这个天生 天界 然后呢 就是过了很长时间以后 就是才那个生起这个信射 然后呢 就是再这个变成死亡 就是佛经当中 是有这样的这个记载 就是有些众生转到天界以后呢 就是就是过了这个很长时间 然后呢 就是生起这个信射 再就开始这个转 就是转世 就是有这种这个教证 因此他们认为呢 就是既然这个天人呢 就是转生到天界当中 要到很长时间 就不会产生 信射信射的话呢 那他的相续当中 一定会是有一种这个 呃 就是个 有一种这个不相依性的 这个东西 这个室有的这个存在 就是应该这个存在 如果不存在的话呢 你没有任何 你有就是信射信射 这个不不在他的这个相续当中 产生 就是他是这样认为的 既然所无相二定 呃 就是无相二定 呃 明法相 就是那么我们前面的 这个颂词当中 不是讲了这个无相二定 明法相 就是这样这个 这个不相依性当中 这样说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这个无相呢 呃 无相也就是说是 这的转生 无相天的菩提切勒相续当中 能灭尽一切心和心所的物质 啊 就这个大家就知道 就是他的这个 转生在无相天的 这个菩提切勒的相续当中呢 能灭尽一切心和心所的 有一个诚实的这个物质 就是这是这个 尤伯宗呢 就是认为这就是 所谓的这个 呃 就是无相啊 就是这是这个无相 呃 所以他这个无相呢 就是我们下面所讲的 这个无相定的话呢 就是他在我们这个 凡夫在余界的四合相续当中 是可以这个赞生的 这是他的这个因 然后这个 他这里的这个无相呢 就是在无相天的 这个相续当中呢 就是有一种这个 呃 能灭尽一切心和心所的 这样的这个成事物 那么他能灭多久呢 就是 那么这样的这个成事物呢 实际上是 他能这个灭尽多少 这个多长时间呢 呃 能灭这个五百大戒 就是五百大戒 那么一个戒的这个数目呢 我们下面第三品的时候 也会讲的 就是 所以这个时间非常长的 呃 所以呢 就是他呢 就是能这个灭尽五百个 这个大戒 就是五百个戒 五百个大戒当中的话呢 他的这个相续当中 一定也是不会生起 这个心和心所分别念 就是不会生起的 所有的无相天 都是是 决定是这样的吗 那么所有的这个无相天 是不是都是要这个 获到这个 呃 什么这个五百大戒 就是是不是这样呢 也不一定的 除啊 就是因为 除了悲剧奴族以外 都有非是死亡的 这个现象 就是悲剧奴族的话呢 他的这个宿命是一千年 就是这是 他这个前世的因例 这个造成的 就是这是这个决定的 除了这个悲剧奴族以外的 这个三大不住的 所有这个众生 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的 所有众生的话呢 实际上是 他都会有一些 这个非 非是的这个死亡现象 就是他也许呢 就是活不到五百这个戒 就是活了这个 一岁的死和这个五相天呢 就是死亡的现象 也许是可能有的 呃 所以呢 呃 这个这种现象 应该是有的 在这样的 这个菩提切勒的相续 呃 根本就是 无有信吗 啊 他这里说 那么这样的 这个菩提切勒的 这个相续当中 是是不是真正 这个疑点这个信 也是是没有吗 就是是有的 就是他这里说 呃 这个出生于民宗社会 呃 就是会这个现前的 就是最初的时候呢 呃 就是他也是这个 产生一种这个信 就是因为这个 我们这个 这个首先呢 就是没有这样的 这个信的话呢 就不可能转生到 这个五相天 就是所以就是 刚这个转生到 五相天的时候呢 就是也在他的相续当中 产生一种这个分别性 然后最后的话呢 就是呃 他在那个呃 这个相续当中 也产生一种这个信 就是产生一种信 就是产生一种信 的时候 他自己呢 一一看 哦 我原来是在这个五百戒 当中是住在这里的 其实呢 就是真正的这个 呃 三有三宝的这种说法呢 就是是假的 不然的话呢 就是我原来认为是这是五相天 是一种解脱 就是其实我现在还没有解脱 然后对这个英国法门呢 就是生起一种邪见 就是生起邪见的当下呢 就是他那个色界的餐顶 就是失坏 失坏以后呢 就是直接堕入到这个欲界当中去的 就是所以呢 有时候呢 现在很多那个修行这个禅顶的人呢 就是一定要这个注意 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修好的话呢 就是光是这个心里面就什么都不执着 这样这个安住的话呢 就是很容易这个变成这个五色 这个也就是说是那个五相天吧 但是五相天的这个禅顶的功夫呢 还是要这个很深的 就是我想我们一般的欲界的众生 都是可能有点困难的 就是因为这个五色天的这种 这个什么这个五相天的这种这个禅顶的话呢 你必须要先修成这个四禅 先在欲界的时候呢 就是修成这个四禅 修成四禅的话呢 就是必须要这个欲界一行 欲界一行的话呢 在欲界当中 比如说你九天当中呢 就是不会生起这个欲界的一分别念 就是像这样的这种 这个欲界一行没有修成的话呢 就是这个色界的餐顶不能这个修成的 色界的这个餐顶没有修成的话呢 不能变成这个光过天的影 就是所以这个一般来说是 也有一点这个困难 就是现在的一般的人呢 就是可能这样的这种禅顶 也不一定修得上 但是这个修成呢 也不一定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利益 就是所以呢 有些人认为 我现在就是能住这个五个小时 就是很了不起 就是但这个没有什么 这个因为这个五相天的这个天人的话呢 五百节当中都是一叉来 也是不生起分别念 就是但最后呢 就是他还是这个生起邪见 就是因此为什么说 《亲友书》里面就是说是这个 梵天当这个天人 也是最后呢就是变成这个地狱的 地狱的这个祸心 就是原因就是这样的 因此就是他这样的 这种菩提加勒的相续当中 是不是根本没有这个心呢 就是最初的时候是有的 然后这个中间的时候呢 就是他们这个游不宗认为呢 就是中间的时候 这个一点心也是没有的 但这个道理 我们前面也是讲过 这个游不宗的话呢 就是他们这个认为是中间呢 就是一点这个心也是没有的 然后进不宗的话呢 就是他那个水晶进步和水里这个进步的话呢 就是有两种这个水晶进步的话呢 他们这个认为是这个是中子 但是这种中子也是靠不清靠不清 靠不清真正的这个观察 就是因为这个中子到底是不是心 如果是心的话呢 我们前面也观察过 就是这种也说法是不合理的 但这个水里进步呢 就是他的这个说法是比较这个合一的 水里进步呢 就是认为是现在这个无相天的时候呢 就是也有一些细微的这个意识 就是细微的意识 这一点呢 就是无主菩萨的有关这个论点和 然后这个十两论的就是像那个 比如说这个释迦会的那个十两论的这个大书当中呢 也是这样讲的 然后这个格鲁派的那个凯处吉 凯处吉在他的这个隐名 隐名的有一个论书叫做是 《遣除黑暗论》吧 就是《遣除阴暗论》 就是《遣除意识的黑暗》 《遣除意识论》当中呢 也是这个说了就是说是这个 所谓的这个无相天和这个 所谓的这个无相天的时候呢 就是实际上是也有一些这个细微的 就是细微的这种这个意识存在 就是细微的意识存在 孟弗仁波切在那个中观中论 他那个就是中观的中议吧 就是中议这个 要点这个论述当中呢 就是也说了 就是说怎么这样说的呢 就是说是那个 所谓的这个无相天 就是所谓的这个无相天和灭金顶 这个时候呢 就实际上是有这个细微的这种这个意识 或者呢就是有阿难也是 就是孟弗仁波切说 这个细微的意识 或者是这个有阿难也是这样讲的 虽然《大圆满心性修习》大书里面呢 就是在这个时候也是阿难也是 也是这个不存在 就是但是这个阿难也是不存在的这个密意呢 就是也是这个以其他方式这个解释的 总而言之呢 就是这个时候呢 就是应该是有一种这个细微的形式 不然的话呢 就是这个时候都已经变成了这个无情法了 就是虽然在这个居士论的有些著述这个 这个价值 价值论师 价值论师的那个讲义里面呢 他是这样说的 价值论师的讲义里面呢 就是他说是这个 首先这个最初这个 当他这个入定的时候呢 就是有一颗这个心 那么这个一颗心的这个潜移力呢 就是后面就参生那个心 就是他的一种这个潜移 比如说我们这个人士度的话呢 就是他有很强大的这个力量 最后的话呢 就是通过他的这个力量呢 就是在五百节以后呢 就是他以前的那个 这个最后一刹那的这个 某位的这个心呢 就是作为因 然后呢 就是最初的这个 从参定当中出定的时候呢 就是依靠这个 以前的这种心的力量 就参生一个心的心 就是他是这样讲的 但是价值论师的这种说法也是 是真正用这个因果来观察的话呢 就是恐怕有点困难 因为那个他那个在五百个节 以前呢 就是有一颗心 就是最后呢 就是产生一颗心的话呢 那么中间这个五百个节当中呢 就是到底这个心是多在哪里 就是所以呢 就是这个 如果你真正去观察的话呢 就是可能也有点这个困难的 因此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应该有细微的心 那么这个既然有这个 性微的心的话呢 那是不是这个 没有这个灭尽一切心和性素啊 如果提出这样问题的话呢 我们可以这个回答的 因为这个这个时候呢 就是有粗大的这个心和性素 就像我们这个众生 这个一界众生的这个心和性素啊 这个四界众生 这样的这个粗大的这个心和性素呢 就是是没有的 但是很细微的 就像是我们这个 这个水面的时候也是这个 有一些这个细微的这种这个意识呢 就是应该这个 存留在这个阿兰耶诗上面 如果你这样的这个细微的心 不存在的话呢 就是有很大的过失 有什么样的过失呢 因为众生呢 就是无始以来在阿兰耶的这个 这个戒当中呢 就是阿兰耶的戒当中呢 又造了这个很多的这个 这个善业啊 不善业啊 有很多的这个习气和种子呢 就是积累在这个阿兰耶上面 如果这个阿兰耶诗也已经断除的话呢 那么以前所造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善根和恶业呢 就是全部在这个 这个时候呢 就是耗尽 就是这个时候呢 就是已经这个空旺了 然后这个最后呢 就是重新产生一个性的话呢 那么这是不是原来的性 原来的如果性的话呢 那么就是 这个应该这个性的相续 就是细微的相续应该存在 如果不是原来的这个性的话呢 那么就是这个众生 活在世就是变成了两种相续 活在的话呢 就是他的这个 原来阿兰耶诗相续当中的 所有的这些三根呢 就是毁坏 就是因此在这样的一种细微的 这些阿兰耶诗的这种 这个这个相续吧 就是阿兰耶诗的这样的这个相续呢 应该是存在 就这样的话呢 佛经当中虽然说是 灭尽一切心和心所 灭尽一切这个感受 但是灭尽一切感受呢 这都是我们这个欲界的 粗大的这些这个分别量呢 就是全部这个灭尽就是这样的话呢 应该这个比较这个合理的 就是所以呢 就是因为没有理由 就是这个中间呢 就是众生呢 就是已经这个 就是断了就是他的这种这个相续 就是所以呢 这一点就是他这里就是 他这里的意思的是 最初的时候呢 就是有一种这个心 最后的时候呢 有一种心 但是中间呢 就是好像是没有心 就是因为他是五强天嘛 五强天的话呢 他们都认为这个 没有这个心和心所就是 但没有这个心和心所呢 就是应该这个 粗大的这个心和心所呢 就是不存在 就是这样理解的话 这是比较这个合理的 他这里这个会这个会这个现前 五强天是属于是三生当中的那一种呢 就是我们前面不是是张阳神啊 就是什么这个艺术神 就是讲 这些三生当中的是那一种呢 就是五强天是是修行的这个艺术 因为他在以前的时候呢 就是天天都是这个修餐顶 就是不让不接触任何人 就是整天都是观修这个餐顶 就是所以呢 就是他以前的这个艺术国 这个现前的 因此叫做是艺术神 原因是通过修行课 转为五强天的这个众神 哪些众神住在何处呢 就是那么这个这样的五强天 是到底这个住在什么地方呢 住在广国天的一方 就是广国天的旁边吧 就是就像是那个 四大县的这个 你二十公里的地方 有这个拉荣这个誓言一样 就是所以这个五强天呢 就是广国天的东方 或者是这个西方的一个山口里面 就是而其他的这个地方呢 都是是无有的 就是其他的这个地方呢 当然是没有的 他是这个 第四三光国天的这个一方 五强天的众神 以后转生到何处呢 转生到欲解 因为当时 以前这个修行 五强天在的力量 已经灭尽了 以前他不是修了 这个五强天的这种力量呢 就是已经灭了 就像我们这个射箭的时候呢 射箭的力量就是已经这个 原来的这个硬的力量 没有的时候呢 他自然而然会落到这个地上的 因此就是他以前那个修的这种禅定的力量 已经消失的时候呢 他自然而然就是这个堕入这个欲解 并由于心神而不会重新记业 再加上呢 就是他那个心呢 就是即生 即生呢就是无心 就是他这个即生当中 他的那个即生当中呢 就是没有这个心 他不会重新造什么其他的这个心的业 之所以他们这个转身到欲解 由于彼此相续中 生起何时转身欲解的孙何树也吧 就是他那个 他呢就是他的这个相续当中 还是有一种这个孙何时树也 就是孙何时树也 他这个孙何时树也的话呢 就是他那个神次树也和孙何树也 就是孙何树也的话呢 凡是他在这个以后呢 就是转身到这个欲解 就是有这样的这个树也 因此呢就是他还是这个孙何树也呢 就是这个转身到这个欲解当中 就是孙树也 但是在这里这个相光专业论 他这里这个居世论的观点的话呢 就是讲到这个 这里面就是全部是这个反复 就是然后这个相光专业论里面说是 在这个五相天吧 就是五相天当中呢 就还是有一些这个圣者 就是圣者呢 就是以这个大悲心和以方便力呢 就是转身到那里 就是度化众生的一些圣者呢 就是还住在这个那里 就是也有这种这个说法 就是我们这个明年后年 就是也许将相光专业论的话呢 就是倒是在说 也许这个时候呢 很多人都已经离开到人间 就是转身到五岁 或者是这个五相天里面也不知道 就是下面呢 就是讲这个第四个问题 就是第四个问题呢 就是讲这个二定 就是不是那个颂词里面 讲五相二定 命法相就是那么二定吧 就是这里面呢 就是讲这个五相天和五相定 五相定和灭尽定 然后此二共同之所以 就是分三种 首先讲的这个五相定 就是修那个四餐 就是素四餐 就是原因呢 就是从能会当中获得这个处理 就是因为他呢 就是认为是这是一种处理 认为是一种这个解脱 就是所以是属于一种这个善法 就是然后这个 就是他的这个业 就是他是到底什么样的业呢 就是他是那个 就是顺耻生素业 就是顺耻生素业 下面我们讲这个顺耻生素业和 然后这个顺耗素业和 还有呢就是那个顺献法素业 就是有三种业 就是这个呢 就是讲第四品的时候呢 就是讲的这个比较细致的 就是有些业的话呢 就是那么这个死了以后 马上会出现这个果报 有些业呢就是即生当中出现果报 有些业呢就是死了以后 就是再过即死以后 就是才出现果报 所以这叫做是顺耻生素业 就是顺耻生素业 这个他呢就是实际上 是属于一种顺耻生素业 就是这个顺耻生素业 然后分为圣者 就是那么这样的这个五向天呢 就是实际上是 并不是这个圣者的这个禅定 就是不是这个圣者的这个禅定 而是什么呢 就是是一种这个凡夫人的这个禅定 就是他是凡夫人的禅定 那么得这样的这个五向天呢 是这个同时得到的 就是他不是那个就是提前得到的 或者呢就是就之后得到的 我们不是昨天讲这个得顺的时候呢 有些这个法呢就是可以这个提前出现的 但是他这种提前出现呢就是没有的 什么时候你修成了 就这个时候呢 你这个五向天呢就是也会得到的 就是所以这个同时到就是颂词里面是这样讲的 如五向天一样 所谓的这个五向定也是 是与 如定之 除定之间 能灭进心和心所的这个物质 就是那么这个刚才五向天的相续当中的这样的 能灭进心和心所的物质呢 就是叫做是这个五向 就是那么这里面这个定 就是所以这个有一点差别 就是前面是这个五向 五向的话呢就是五向天人相续当中存在的这种叫做是这个五向 然后这里面呢就是没有加这个 就是前面呢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这样的 众生相续当中的这个呢 因为它是一种禅定嘛 它这样的这个禅定呢 从这个入定到除定之间的话呢 就不会产生任何心和心所 所以这样的一种物质呢 叫做是这个五向定 它是这个五向天之因果 它是五向天的因 以前我们那个比如说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学习的时候呢 比如说这个五向定 五向定也不懂 就是五向天也不懂 那以后呢 如果你这个学通这个聚舍的话呢 就是不管贤宗密宗 还是很多这个佛教方面的一些这个概念呢 就是就比较这个精通 若文五向定与何地所舍呢 它是属于第四孕 第四孕律 就是它那个孕律 孕律就是属于这个第四孕律 因为通过修持五向定而转生到这个 四孕的光果天界 就是因为它是光果天的一分吧 就是所以呢 就是它是这个参点 这是我们余界当中也是可以这个修成 因为余界呢 我们这个余界 依靠余界的神 就是可以借用这个色界 就是色界的这种这个参点 就是色界的参点的话呢 实际上是我们余界的众生 但是可以修这个色界的这种参点 那么它是什么样 作意和发泄而入定的呢 就是处理 就是它向这个处理轮回 获得解脱的作意 就是它的作意都是这样的 就是挺好的 它很想这个获得这个解脱 在这个轮回是特别痛苦 我一定要好好的这个参数 所有的这个闻思修行 全部放下来 就是然后呢 就是闭着这个眼睛 就是大作 我一定要大作 不大作的话是肯定不行的 什么分别念都不能这个参数 就是不能听俱世论 俱世论是分别念 就是不能听戒律 我一定要好好的这个想 然后它认为呢 就是这是一种处理轮回的方法 还有呢就是认为是获得一种解脱 它的这个作意是很好的 就是这样子 如定则认为 无相天是解脱 就是他认为是这样 这个天天都是这个 这样这个修持的话呢 就是认为是一种这个解脱 就是没有想到就是最后这个 我什么五百个戒以后呢 就是还是来到这个人间 就是 无相天是解脱而如定的缘故 因为它是什么样的作意呢 就是他认为是要处理轮回 无相天真正是一个解脱 什么分别念都没有的 那时候一点都不会哭得一定要好好的如定 就是它是这样的这个法性 然后它是善法还是恶法呢 它是一种这个 它是善不善无极法当中的后者呢 从法性的方面来讲是善法 因为如定则认为无相天是解脱道之骨 但是它这个原因都是有时候也不一定成立的 意思实际上就是他没有善心的话 就是不能转生也不能成就 应该从这个方面来讲 不然的话就是如定则认为 认为这样的话也不一定 但是这个讲罗特王伯也是这样写的 不然的话外道的很多有些认为是我这是解脱 比如说杀生的话认为这是一种善法 所以这个认为的话也不一定是真是善法 但实际上它是转生到善去的一种善法 就是修禅定也是一种好事 也并不是造恶业的 还是一种善法 从法性的角度来 像获得解脱 从可能这个角度来讲的 他认为是这样的话也不一定 实际上它也不是一种解脱 但是他这里的理由实际上是这句话 也是《俱舍论大树》里面 《清蒋培阳》的大树里面的话 因为他这里说的 为什么是善法呢 因为他是入定师 无想天是解脱之国 但是因为是这样的话 那么因为外道的有些的话 他萨斯也是认为是一种解脱 和一种供养和一种善法 就是这样认为 但实际上他的修行 没有修好的话 他转生到我们现在 这个世间当中的一些 汉塔等等这些 因为无想天 他天天子是什么的 所以我们有些修行人 真的一定要注意 撒加班知道在分析三截论里面 说是汉地的大树荫和藏地的有些大圆满 如果修不好的话 变成薛珠的印 汉塔的印 汉地的大树荫 指的是汉地的参宗 汉地倒是没有什么汉地自宗的大树荫 汉地的参宗 然后我们密宗里面 联邦巴的有些大圆满也是 你没有修好的话 是旁生的印 所以现在也是有些人认为 是所有的座禅很好 当然座禅当中是有好的 不能全部是无想天的印 这不能说的 但是我们没有上师的窍解 光是能灭止一切分别念 这样入入不动的安住的话 也许很容易变成了一种色戒的印 所以它实际上是一种散法 一种散法 如果你不是散法的话 它不可能转生到上界里面去的 但是你如果发心不清净 这样的话很容易转生到旁生当中去的 他萨迦班德达分析三戒论里面 也是这样讲的 如果好的话它变成色戒的印 不好的话变成旁生的印 所以汉地的大树荫和藏地的大圆满 有些人没有修好的话 也有一定的危险性 所以有时候我们积累资粮和修行的过程当中 你所修的这种法 是不是符合传承上师的真正的教言 像无垢光尊者 像七宝藏和其他一些 是心底里面所讲到的这种境界相合的话 它根本不会转生到色戒的印 这一点我们应该有这个教理的 萨迦班德达也不是破真正的大圆满和真正的禅宗 但是你没有修好的话 修禅宗和大圆满的话 也有一些众生有侮辱歧途的现象 所以他这里他认为是解脱的 他属于三种生素业当中是哪一个呢 他那个孙子孙素业 就是孙子孙素业 通过修持无相殿来转世为无相天的众生治国 他是那个孙子孙素业 他就马上转生到无相天的 他的业是这样的 无相天是哪种菩提结乐的禅宁呢 是凡夫的禅宁 而不是圣者的禅宁 原因是修足无相天转为无相天的众生 他只有转生到凡夫的无相天的众生 而圣者将此思维是如恶趣般的地方 圣者的话他也是认为这是一种恶趣 他天天都是一直在领什么善业恶业的部罩 也不利益众生的话 圣者认为这种禅宁跟恶趣没有什么差别 既然圣者相续当中 圣祭四禅所舍的三法是 避之得孙有善事 一般来说是避之得孙都有善事 那么无相天的得孙也是有同样善事吗 无相天的得孙是同时得到的 没有善事的 为什么呢 因无有前世后世出现 他没有善事 他提前得孙出现也是没有的 之后出现的这种得孙也是没有的 因无相定不存在心 还需要通过轻作修持之果 他有些通过轻作修持的话 这个得孙提前出现的也是有 但是他这里的轻作没有执着方面的轻作 所以不让跟前面可能有一点点 因为前面的有些得孙 为什么得孙有善事呢 因为有些昨天我们不是讲了 像那个功效学 什么那个马僧尊者的行为 这些都是为什么有些特殊 这些有轻作的原因 也有这样的 他很长时间修持 但是这里面无相天的目的 就是不相同的 因为他无相的话 什么执着都要灭尽 什么执着都要灭尽的话 他的力量 他当时的修行很有强大的力量 但是最后他所得到的这种过 没有执着 没有执着的话 他能引发得孙的这种因 就是没有的 所以得孙没办法引发出来 他这个原因是这样的 所以无相天不存在心 而且他需要通过轻作实修的缘故 因此得孙三世是没有的 他和得孙同时出现的 讲到这里 在哪里 他需要能执着 有些东西 他需要在这种以后 下来 他需要在哪里 就是一个人 在哪里 他需要在哪里 他需要在哪里 在哪里 他需要在哪里 在哪里 和之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